才剛完成四萬多戶的稻種發放 緬甸慈濟致工再次啟程 一路封城樸樸探訪貧困農家 沿途所見都是水淹後 等待復耕的農田 致工為他們開心 終於有稻種可以播種 但也擔憂 這段期間 他們的生活支出要從哪裡來 看到職工是滿身封殺而來 村長堅持 要陪伴 感恩慈濟一直都在 69歲的烏昂登 看到熟悉的藍天白雲 職工來訪是又驚又喜 發放時收到了禁思雨 就掛在家裡的最高處 這也是他心中慈濟的地位 職工挨家挨戶送大米 立即解決當前的問題 即使房屋簡陋 滿滿的感恩心 是他們最富足的資產 大愛新聞太左左 黃露發 明天報導